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 由法国作家亚克纳维特所创作 画中主角为拿破仑波纳巴 拿破仑既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的伟大政治家 也是野心勃勃的军事独裁者 他率军打破了英、普、奥和等国组成的反反联盟 打赢了五十余场大型战役 使当时法国的领土得到了极大的扩张 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并加冕称帝 这幅画正是描绘了1804年 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国王加冕仪式时的场景 你知道哪个是拿破仑吗? 拿破仑占据画作中心 维纳斯的诞生出自画家波提谢利之手 描绘了在希腊神话里 维纳斯从爱情海中诞生的场景 他的故乡也就是今天希腊的塞布鲁斯 维纳斯被称为爱神 历史上以他为题的艺术作品可谓数不胜数 是人民心中爱与美的象征 而维纳斯的诞生则是其中最注目的一幅 相传在创作自幅画时 是以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美的女子 希莫内塔作为维纳斯的原型 在波提谢利的其他画中也频频出现她的身影 可以说是这位画家的谬思女神 你知道哪一位是维纳斯吗? 维纳斯从贝壳中站起 体态显得娇弱无力 相传她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时春时美的少女 既无童年也不会衰老 她的美是不生不灭的永恒 左边两位分别是风神和花神 风神把她送到幽静冷落的岸边 花神用纷飞的鲜花加强了这种事的意境 右边的时间女神急忙迎来 正欲给她披上用天空中的星星编织成的棉衣 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画家 所想要表达的爱与美的艺术主题 而在构图方面 画家以维纳斯作为中心 将画中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定义的三角形结构 其线条之优美 人物的造型之优雅 使此画几乎达到了极致 雅典学院由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所创作 是以梵蒂冈圣彼得教堂内部的原型工程为原型 绘制在教皇办公室和私人图书馆的一幅壁画 真实的雅典学院又称柏拉图学院 由柏拉图于大约公元前387年所创立 现存遗址在雅典的西北郊附近 是人类开办的第一所大学 阿菲尔正是以该学院为题 把不同时期的人物聚集在此 重现了历史上艺术与科学的黄金时代 找一找哪个是柏拉图 在画中 柏拉图以手指指尖拿着画作 认为理念高于一切有形物质 是客观维新主义的创作